袁文哉逐就书接上一会,惠盟大会在上清宫前边的平地那里举行,各大掌门人都没出来,突然间就来了个青年公子,带着六个博人,他们这一行人一出来,好多人就传说是狗幽小怪到了,个个都有惊有奇的。 你棉衫商业都很出奇,他心想,如果这个青年公子是狗幽小怪,那曾经几次救过自己的少女又是谁呢? 他们问图十四娘是否是呢?图十四娘心中有数,这个公子又怎可能是狗幽小怪呢? 他小燕就自己坐在身边无缘的地方,但是江湖上呢,人心就很奸险非常,微免可能会有些武功很好的奸险之徒,以狗幽小怪的面目出现,从而挑起武林人士对狗幽小怪更大的仇恨呢? 这个青年公子是哪一路人他都未明? 他现在陷陷糊糊糊糊地对棉衫商业说,我都不知道的,如果救我们的女俠是狗幽小怪,那么这个青年公子就不是了。 如果这个青年公子是救我们的女俠自称狗幽小怪,那就可能有他的用意了,目的就想将狗幽小怪引出来。 是很难说的,陶十四郎这番回答就算是合情合理,他这么说,反而将一向观察細微的彭林搞得真的很疑惑。 就彭林本身来说,他希望救自己的女俠不是狗幽小怪,是其他人。 更加希望,正如陶十四郎所说,这位扮神扮鬼的女俠,目的无非是将真的狗幽小怪引出来,从而为武林除可就最好了。 今天怎么知道这个彭林正在想着,陶十四郎就用密欣之功向小燕问。 二妹丁,你看看这个公子,是不是冒充你为非作戴的坏人啊? 怎么知道小燕的回答令陶十四郎开心得不得了。 小燕说什么呢?小燕都用密欣之功就说。 陶十四郎,你放心吧,这位公子是自己人来的。 好了,现在我都要开估,这个青年公子是谁呢? 没有,很多人都猜到了,就那位在成都青阳宫里出手救玉罗室的神秘书生, 也都是为自己傻哥哥洗白冤情的朱哥哥。 但是闭在我知的是谁呢?小燕未知。 这位自称朱哥哥的人呢, 正是后门中的奇女子朱灵灵棍主的。 我以前说过,有四个女孩搞到江湖没得安宁, 朱灵灵到了。 但是这就不单是小燕认出她,欲罗室也认出了。 她跟着说, 啊,她都来了啊? 就在这一阵, 人群当中, 站出一个黑面男人, 整座黑铁塔那样, 等等声, 向着个青年书生坐的地方就走过去。 小燕有点紧张就问, 喂, 这个是谁来的? 怎么知道小燕附近有人是拨口了, 他, 他不是海南岛的扎星帮帮主, 雷奥空吗? 一身武功怪异, 跟我们中原的武功不同的。 欲罗室一听就说, 啊, 原来是雷帮主啊? 听说他这个人很牙策的啊, 常常想跟中原武林争一高低的。 是啊, 他参加这次回盟, 就想在回盟中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的武功, 在武林中就争回了直地位而已。 小燕就问, 姐姐, 他的武功为什么怪异的? 啊, 格星帮呢, 原来在海盗上就以采责燕窩为主的, 因为经常在原崖峭壁里面采责燕窩, 不仅伸手敏捷, 都练得一身与众不同的轻功, 后来他就得到一位, 不知道叫什么名的世外高人指点, 练成一种有别于中原武林的武功套路, 传到雷帮主那时候, 都武功可以说登上高峰的了, 嘿嘿, 看看他, 看看他怎么说。 那这阵这个雷敖空已经走到青年公子面前了, 他拱攻手就说, 在下雷某得来领教。 那这位雷帮主, 他练成一身武功之后, 就像他的名字那样, 傲视武林就目凶一切, 加上曾经击败过岭南大俠, 风子清的敌传弟子, 又一招聖了恒山派的掌门, 那就以为中原的武功就不过如此, 再加上他这次来参加青城山的会盟呢, 从他到入山一直到现在, 都不多受人尊重的, 心里面那一招就更加濃了, 早就想在人家面前来扮一下东西, 露一下手给人看一下, 他现在听说这个青年公子就是什么狗幽小怪, 他曾经听说狗幽小怪的武功了得, 曾经在智岩山击败靖元师太, 打伤黑衣帮一阵风长佬等等, 所以他哼了一声, 意思就是说, 你们将狗幽小怪讲得这么教官, 我相信这一期, 击败恒山派掌门有什么厉害, 我雷奥空, 有个曾经击败过恒山派的掌门人, 死得他现在急于想在中原武林立命, 朕你这个青年公子是不是真是狗幽小怪, 所以就走过去准备挑战, 再说, 这个青年公子就是朱玲玲, 他现在扮成男仔那样, 用对很漂亮的缝眼掃了他一眼, 微微笑说, 我不是武林中人, 更加和郭霞掃不相识, 你说领教啊, 想领教我什么呢? 你不是狗幽小怪吗? 狗幽小怪? 啊, 郭霞你误会了, 怪不得你要来领教了, 我告诉你, 我不是狗幽小怪, 你扯吧, 那雷奥空既然全心要来, 谁这么轻易就走才行, 唯有说, 我不理你是否狗幽小怪, 这个领教我就是要拿定的了, 这个领领棍真的好修养而已, 弊了他身边那帮女伴男装那些, 那些博人忍不住, 你其中一个渴, 你走开, 你什么人啊, 就敢在我公子面前这样说话, 拉开, 那么雷奥空身为一帮之主啊, 从来没人敢在自己面前, 大声呼叫我拉开, 现在竟然还有个博人, 这么叫我, 他火滚了, 那么取耐力, 一就就罚过去, 啊, 怎么知道这个博人, 轻轻出了掌, 吹了声, 将他的堂奏功化得干干净净, 那个女孩站在里动都不动, 同时那个女孩吹了声, 把宝剑拔出来喊, 你呀, 还敢动手打人, 想领教一下, 不用我家公子, 你先来跟我领教啦, 那么那个雷奥空都吹了惊, 以为自己一旧拍过去, 这个死帅男孩不死得在身散, 怎么知道可以闪得开, 你暗暗吹了惊, 那个大嘴一吹就笑, 哈哈哈哈, 那个仔, 看来你都好东西, 不过, 你不配跟我动手, 再叫你这家公子动手了, 去不配, 试过才知道, 你真的要跟我动手, 你已经动手了, 干什么真还是假, 好, 我不给你一些教训, 你这家公子是不会出手, 哎呀, 难怪你还有个大男人, 说话婆婆妈妈的, 在动手快点啦, 你灵灵郡主走走和眉爷说, 春儿, 这个海南岛上扎声帮的帮主, 不要大意, 公子, 奴婢知道啦, 那灵灵郡主现在带来这四位侍女, 我说过啦, 就是春梅, 夏兰, 秋谷, 东竹, 那都是灵灵郡主一手教出来的, 论武功, 他四个已经是跡身于武林中一流高手之年, 现在和雷奥空应战的就正是四大侍女中的春梅, 这次灵灵郡主又说, 雷帮主都是一帮之主, 你点到即止啦, 不要伤人啦, 是, 遵命, 那灵灵郡主, 说话是音声细气, 但由于他身怀太越真气, 声音都算清取, 他现在坐在高地上说话, 平地上的群群, 几乎个个都听得清清楚楚, 他们现在听到这个青年公子, 竟然叫自己的博人和雷帮主应战, 还叫个博人说, 点到即止不可伤人, 呵呵, 这番说话讲得轻妙淡舍, 直头不将雷帮主放在眼前, 那扎星帮呢, 虽然在武林中不是算很有名气, 帮牌都不算大, 那做得帮主就没有公子有一格的了, 没人够胆这样看不起他, 但雷奥空本来就是一个自帝傲慢的人, 现在听到的人这样轻视自己, 真是潑然大怒, 他跟着, 他现在马上将帮主英的风道, 全部拋开不了, 突然出手, 他不是打春梅的, 居然直取青年公子, 那对手好像两个铁钩那样, 想将青年公子那对眼勾出来, 他这一出手非常意外, 下面看烈的人各个, 哎呀, 一声, 以为你这个公子那对眼一定在手指上勾出来的, 谁知道下面那些人呆声都还没完, 哎呀, 那个雷奥空不知为什么, 凭空整个飞了半空中, 啪, 跟着踏回到那坡下面, 很久爬不回来, 大家再看看那公子, 那公子还坐在原地, 但是他面上露出好像好灭事的神色, 这公子轻轻, 拍一拍堂三咒, 吼, 吹一吹灰尘, 似乎好像嫌这个雷奥空身上的骄傻东西, 碰毫了自己堂三咒那样, 哇, 有没有搞错啊, 这样都可以啊, 这个狗幽小怪的武功, 真是不得了啊, 他真是狗幽小怪啦, 都不见他怎么出手而已, 那雷奥空就这样打了下来, 你到现在还不起身, 都不知生动死的啊, 这阵群雄煞时间就想起, 紫岩山下跟狗幽小怪交过手那些人讲话, 就说这个狗幽小怪懂邪术啦, 现在他们真是相信, 这个公子会邪术, 如果不是那雷奥空怎么会平地地搭下来呢? 这帮群雄呢就小见多怪, 他们从来都没见过太阅门的武功, 更加不知道太阅门的武功是什么回事, 所以当他装成邪术啦, 其实邻领郡主正说使出来的武功呢, 只不过是太阅门的三咒功而已, 那堂三咒罚出的, 不单是阴阳之敬伶尼, 同时就封了人家阅位, 所以那雷奥空被邻领那堂三咒的敬礼震飞那时, 越位都封了, 所以就搭下了地不懂得动啦, 就在那雷奥空搭下来那一刻, 人群当中, 另外有两个男人的惊叫声就更加大, 同时的身形好像一个燕子那样, 突然间弹出人群当中, 飞身去到雷奥空面前, 很急着地问, 帮主,帮主, 你怎样啊? 哦, 原来都是雷奥空的人, 这阵的雷奥空除了对眼会转, 说就不懂得说了, 其中有个男人很悲愤的渴, 帮主, 我和这个小怪拨命, 撑着把刀, 向着山坡冲过去, 那帮群雄就以为扎声帮的雷帮主 现在搭了到地不懂得动就死了啦, 感到这个小怪, 哇,过分点啊, 一招就拿人家的名, 说实际上是帮主来的啊, 所以现在个个的神色, 都相当之愤怒, 再说那个男人, 三两下冲到上坡那里, 突然间, 吓得不敢冲, 原来灵灵有一对很灵灵的目光, 看着这个男人, 吓得这个男人不敢正视, 同时那股怒火, 杀石根, 被郡主那对眼光化得干干净净, 竟然脚也不敢再动, 凌凌就渴他, 还不快将把刀放下, 你这个帮主不死得的, 啊, 不, 不, 不死得, 那棍主不再理他了, 对春梅就说, 春儿, 你下去和他解开月位呢, 叫他以后做事, 不要那么漏漫啊, 是, 那春梅轻轻跳了下去, 在那个雷傲空身上, 一个月位啪一声, 那个雷傲空煞时间在地上弹分起身, 动一动手脚, 咦, 感到自己身内外似乎没有什么受伤, 一切遇上, 他很出奇望望的春梅, 有恶膏头望望坐过公子, 心想, 这个是哪门的武功, 他心里面明白, 他刚才打下来的时候, 就有一种无形的敬力, 很轻油地托着他的身体, 差不多离地三尺的时候, 那股敬力才一下子没有了, 那他真的啪一声打下来, 如果真的从半空就直直打下来的话, 内藏是一定受伤, 那看都是这个公子手下留情的了, 这阵春梅就说, 我家公子的说话你听到了吧, 以后, 做事不要这么漏漏啊, 雷奥空长叹一声, 对他两个手下说, 我们撤, 不要再在这里献丑了, 师父, 我们不参加惠盟了, 不参加了, 撤, 说完, 他头都不灵, 大大步向着山下走了, 连惠盟都不参加了, 那两个男人就自不然跟着他扯走了, 那这位雷帮主, 自以为自己的武功可以在中原武林中争一场短, 谁知刚刚就碰到后门其女之朱玲玲, 而且不堪一击, 那这阵他才感到自己真是坐井观天, 夜浪自大, 中原武林的武功, 真是浩如汗海, 就无崖无边, 心不可策, 他惭愧而去, 后来回到海南岛苦练武功, 最后呢, 终于都为武林添了一绝技, 这个就以后再说了, 说回这个现场, 正说这一幕, 令到平地上的群众感到很出奇, 出奇的是狗幽小怪, 就不像人家传说那样出手无情, 就拿人的名, 那奇怪的就是这个是什么武功呢, 能够制敌又不相忍, 市民当今武林中, 谁有这种一招就可以制敌的武功, 就连少林武当都不可能做到, 怪不得这个狗幽小怪一点都不害怕, 公然够胆在中原武林高手云集的慧盟上出现, 就算一直在看着小燕, 都有佩服感, 他敏捕罗室, 姐姐, 你知不知道他是哪一门派的? 我看这位朱公子的武功, 心不可策, 我都不知道他哪一门派的, 他就不知道他哪一门派的, 好了, 本来虚虚含含含的会场, 突然含含一声, 又是静了, 又有人倒? 不是, 是会开前, 大家看到四大门派的掌门人, 和少林子的方原禅师, 以及钟南山的风道忍, 一个个拉起一块面, 神色凝重的就出现了, 他们在上清宫里面就已经商议好, 这次会盟呢, 就由乞一帮的老帮主主持, 推选少林子的方丈, 方位禅师, 和俄眉派的掌门上令道长为政府盟主, 准备出去向群雄宣布, 如果群雄赞同, 就正式就任, 谁知道这阵的冯辉急着脚冲进来, 向他们稳告, 就说狗幽小怪来了会场, 那, 冯辉这个俄眉派的弟子, 他人就很操心, 夹只又主观武短, 他很喜欢暴风捉影, 那个嘴就没遮没蓋, 上次在巴山断云波阵, 他怀疑, 时不雨是狗幽小怪, 那就引起一场声风血雨的战斗, 现在死得他又怀疑的朱灵灵是狗幽小怪, 上一次怀疑时不雨, 就搞到声风血雨打死, 现在怀疑朱灵灵, 哈哈, 这么多英雄在这里, 不知道会引起什么后果, 朱灵灵会不会是这帮高手的手脚呢? 那欲知后事如何, 下回分解!